我们再来示范一下如何除这个旧的贴纸 那以及除胶的部分 我们可以用工业热风枪或者是吹风机 先把贴纸加热会比较好撕除 那因为工业热风枪它那个温度很高 所以你移动速度要快 不可以停留太久 再来我们上面有这个很明显的残胶 这个我们用去胶剂 那乳化清洁剂来做一个去除 那这时候是干燥的 那我们直接喷除胶剂就是EPC 直接喷在那个车壳上 然后让它乳化大概30秒到1分钟左右 好我们现在可以来用干净的布 擦把上面的残胶把它去除掉 我们再喷EPC除胶 我们再来放30秒 最后再用干布把它擦干净 我们再来示范那个破裂的车壳要怎么修复 这边都断裂 那这边都破损的状况蛮严重 好我们先来针对这个断裂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可以做直钉的动作 将两片塑胶件用焊接的方式直钉 那我们那个直钉的种类有很多种 有平行有波浪还有转弯的一个角度 那我们要依据我们一个车壳的状况 选用你要的一个直钉的一个方式 好我们现在来示范直线的部分 那我们再来示范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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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断裂的一个伤痕的长度非常长 所以我们要多焊几支 好调一个角度 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清楚的看到 好加热融接放 那你压的时候不要压过头 你如果压过头会跑到正面来 那这样就糟糕了 对你压的时候不能压太过头 要非常注意 OK 我们再来多指几支钉 因为这是有曲面 所以我们选用的就是有曲面的一个 直钉的一个配件 好一样我们翘起来这样会比较容易 摄影这样也比较容易看到 OK不要过头 好好 那再来这个上面这个怎么办呢 就是用斜口钳 那一个一个的把它修平 好我们看一下直钉的一个方式 它有效果 那这样拉 这样就不会 车壳就不会分离 那我们现在说明一下 这边是平面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波浪状 波浪状的形状 这样子的一个强度会比较好一些 这样子放 等一下我们直钉的方式就是为这个方式 有看到吗 好我们先来示范 就是跟那个破裂的车壳交叉的面积越大 这样子的强度是最强 我们看一下 因为这个是曲面的车壳非常不好拿 所以你看影片有点摇晃 好我们现在开始加热直钉 好不要过头 ok 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补土的流程 因为上次这个侧盖啊 这个伤痕非常的严重 这都已经把那个素材都已经打凹掉 你看这已经到底 那上次我们有把这个裂掉的部分 做直钉的一个补救 就是把这个裂痕 就是不要让它有在那个开口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我们现在就是用200号砂纸 先把这个漆面先把它磨开 等一下来做薄土的一个部分 这个是200号砂纸 240号砂纸 那我们平面的部分呢 可以搭配我们的这个海绵 那蓝色这一面是比较硬 可以适合平面 那黑色这边是有海绵 是比较软 是适合曲面 那我们用平面的话就先 用蓝色这一面 ok 好 我们就是先来研磨这个 要补土的一个部分 我们240番砂纸 这样要补土的地方研磨开来之后啊 我们还是要做清洁 我们用烤漆专用的擦拭剂 先把表面 先把表面 喷涂干净 我们再来示范补土的一个流程 那这一罐是单一补土 那把盖子循开来反过来 上面的盖子把它吃掉 那里面补土就会 好 补土不要多 可以看一下 我们刚已经用240番砂纸 先把它磨开来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补土 就不要多 补土的技巧就是 保 那不要一次涂太厚 你涂太厚 最后还是要磨掉 ok 没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些石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研磨的時候就是小粒然後繞圓圈的方式 最好的方式是可以加水上去 然後把沉墊把它磨平 有沒有 把它磨開就會有一個黑釘 有一個黑釘 有一個黑釘 我們現在來做三次塗裝的第二層水晶白針組 因為我們先打ID 那我們現在來上水晶白針組 那等乾燥之後再來上金釉 我們現在來示範三次塗裝水晶白珍珠的最上層 我們現在來上金釉的 入口 一頭用的水晶白架 我們一個有很多水晶白的水晶白 我們先來示範一下 如果我們這個拆下來的漆面 如果是比較完整的話 那我們如果要不噴二度 要直接噴射漆 我們表面需要先用800番沙紙先研磨過 那我們為了就是要製造出表面粗超度 然後讓我們的那個色漆在上面附著力會更好一些 我們先把平面先把它研磨過 那要注意我們現在是要做乾眼磨 不要加水 我們要把每一個要噴塗到的邊緣 就要把它跑過沙紙 那如果你沒有跑沙紙的話 在日後啊 時間久了 你沒有研磨到附著力比較差的地方 它就會脫落 所以前置作業非常的重要 就是不能脫 要一步一步的把它完成 我們現在來噴儀表板上蓋 那我們原本顏色的設計 這一片會是噴粗盈 那因為這幅度比較大 我是會拿在手上噴 那因為這個一表板上面是沒有任何的把手可以抓 那教大家一個小技巧 就是拿兩顆螺絲對腳鎖 那不用鎖到到底 就是鎖可以固定這樣就好了 那為什麼這樣做呢 就是說我們等一下在噴塗的時候啊 我們可以拿這個螺絲的地方 這樣就可以方便我們做噴漆 那旋轉 這樣子 來示範 那我們這一塊儀表板是要噴粗盈 那我們一樣 吸管千搖晃15秒 那薄噴 然後 我們現在示範一下精油噴毒的一個方式 這一片是剛剛那個噴過粗盈的儀表板 那我們精油拿到一樣是搖晃15秒 那一樣不要噴多 那精油是把它噴到濕為止 那過多的話就可能會垂流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是我們拆下來的車殼 這個是上面的髒物比較多 那油屋也比較多 那就是要使用我們的那個萬用多功能清潔器 然後把它擦乾 然後把它擦乾 等一下這個是塑膠皮 PP材質我們等一下直接噴塑膠黑底漆 那我們要噴漆之前一定要確實把它擦乾 上面不可以有水 這個是儀表板的上蓋 這個是PP材質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要寫 這邊要寫PP材質 那這個就可以使用我們的那個塑膠黑底漆 一次做的塑膠黑底漆 那這個在使用之前要先咬15秒以上 讓漆料均勻 我們現在開始來噴塗示範 我現在示範一下噴塗潛很重要步驟就是遮蔽 那我們要把不要噴到的地方先用紙膠帶 把它貼起來 那我們剛開始可以先把那個大面積先貼起來 這樣會加快我們的速度 這個是一次做的塑膠黑底漆 那使用前先搖晃15秒 你可以看到這個照後鏡那個白化的狀況也是蠻嚴重 好 那我們在噴塗的時候就是薄噴 不要一次噴太濕 非常的有意義 但是他們可以做到這個照片 所以我們現在只是想來好 半個月份 需要的照片 因為我們是想來的 我們剛剛好走 有這個照片 但是把這個照片 都能去捏 很難地 就是 我們會不能帶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